香港著名導演陳穆勝 8月23日上午因鼻咽癌病逝 終年58歲 香港導演李立池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 聽到消息時 十分難過和可惜 他認為陳穆勝是香港導演中的一位標杆式人物 將畢生奉獻給了香港電影業 李立池曾在陳穆勝的電影 特景新人類中客串 从那時起 陳穆勝好好先生的形象 便在李立池的心中更深蒂固 回想起陳穆勝的英容笑貌 李立池极度哽咽 连声道 很靓仔 眉度难 不抽烟 很温柔 努力 做到極致 是陳穆勝留给李立池的另一个印象 李立池称 导演就如同一艘船的船长 第一个上船 最后一个下船 陳穆勝就如同香港电影导演的缩影 是躲在背后 认真讲故事的人 那时为了那个效果 我们追求比较极致 香港的导演都有一种特性 他们不只是为钱 半夜三更还在分镜 无时无刻拿着剧本 导演你整天无时无刻拿着剧本做什么 他就躲在后面讲故事 陈穆勝虽已离去 但为香港影台留下了很多举足轻重的作品 《天若有情》 《双雄》 《新警察故事》 《三岔口》 《宝贝计划》 扫毒等 都曾让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李立池称陈穆胜为警匪片 动作片的标杆式人物 希望大家都能好好重温陈穆胜的作品 感受他倾注一身心血拍出的香港故事 因为陈穆勝导演都是 无论是香港影视圈也好 或者是内地也好 都是一个标杆式的人物 尤其是在拍动作片方面 第一套他挂名的承名作就是《天若有情》 最后很经典 接下来的警察故事等等 都是口碑在道 《新少娘子》 这次的离开当然是很令人怀念 就是不要说只是整点陈穆胜电影回顾就算了 他直接是一个动作片的殿堂来的嘛 警匪片那些 那你跟着谁去拍呢 这个很可惜啊 就是希望大家传承下去 回想起最后一次和陈穆胜见面 李立池已有些记忆模糊 他们的多数会面都是匆匆一别 有空来喝茶别太累了 是他最后一句和陈穆胜说的话 如今私人已逝 李立池更愿意用收工来描述陈穆胜的离世 希望为香港影坛贡献一辈子的好友能好好休息 讀院收工了都拍了这么多年了 可以投下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